觀眾朋友我們今天要說這個題目 實在說起來很難說 因為在宗教信仰科學跟法律中間 那條線到底要怎麼畫 說實在是真的不容易離得清楚 什麼是叫做正性的宗教 什麼叫做正統的佛教 什麼又是所謂的新興宗教 甚至有人批評說 這個叫做異端邪說 那條線真的畫得清楚嗎 所謂的宗教錢財之間 那條線又畫得清楚嗎 所謂的偶像崇拜 跟所謂的信仰中間 那條線又畫得清楚嗎 不過這一陣子以來 很多觀眾呢 不管是在網路上 在主流媒體上 在報紙上或是在其他的雜誌 甚至你在路上 你都會看到說 小座紫衣教 一大群 其實非常守秩序 排排站 或者是說呢 在會場裡面呢 做得井然有序的 穿著紫色衣服 背後寫得大大的一個禪字 這個是廟禪所創立的佛教如來宗 這個宗教呢 對很多人引起高度的興趣 關注 當然也有所謂的支持 跟批評的聲音 除了廟禪之外 廟禪先前的師父 廟天 乃至於之前呢 洋洋灑灑 引起非常多的關注的宋七利 這一陣子以來呢 宋七利呢 也嘗試之後 再重新回到媒體 可是呢 記者去訪問她的時候呢 她的所謂的定申訴 恐怕沒有辦法發揮 她認為應有的效果 該如何看待 層出不窮的這些新興宗教 什麼叫做正信的信仰 什麼又叫做所謂的不好的 這些所謂的異端 今天試著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先來介紹今天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 長期對佛教史有深入研究 對這些新興宗教 也非常專門的 我們歡迎是 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 江燦騰 江老師 大家好 非常感謝 再來是呢 專門研究 台灣的新興宗教 不管是之前的廟天 甚至青海無上師 乃至於到宋七利 他都有非常深入的 第一手田野觀察研究 我們歡迎是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丁仁傑丁老師 大家好 當然我們不一定要從疾病的觀點來看 可是很顯然 信徒他們的心理狀態的感受的改變 以及身體狀態的改變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科學 必須要去做解釋 我們歡迎是精神科的醫師 這是楊聰采 楊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大家很關心的廟禪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師父要你們成佛 上千名穿著紫衣的信徒 促用著他們的師父妙禪 有的信徒還不禁紅了眼眶 這是今年三月佛教如來宗的慶生法會畫面 今年六十八歲的廟禪 原本和妻子跟隨廟天修行 後來師徒交惡 廟禪自稱正悟成佛 是唯一的大成就名師 創立佛教如來宗 短短十三年就擁有九萬名信徒 信徒們整齊化意地向廟禪行禮 其實他的信徒當中 不乏年輕學子 知識分子 還有歌手馬修蓮恩 以及江淑娜都是他的弟子 江淑娜當年在妙禪的加持下 開始搖頭晃腦 引發很大的討論 最近妙禪再度受到關注 是因為媒體報導信徒集資送他 超過兩千萬的勞斯萊斯 另外還有一台 則是當作公務車使用 對此佛教如來宗 如來時政協會理事長 葉雪輝回應 是他們提議要供養師父一輛車 原本師父婉拒 但他們拜託了很久 師父才願意接受 而另一台公務車是經過 李堅氏同意 以及會員大會通過才採購 完全合法也合乎程序 所以江老師請請教你 妙禪 在你研究這麼幾百幾千來的佛教史上 他扮演的位置跟他的定位是什麼 其實本來我一直在寫台灣佛教史 我已經寫十幾本了 那麼在當代佛教史 妙禪還有福祉 我都沒有寫 是因為我不認為應該用什麼政協來氣氛 他其實是屬於那個丁教授所 屬於台灣新興宗教的一種 我的意思說他是一個新的型態 可是就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我們要問的是一個問題 就像你在 我們這邊也有精神科醫師 你作為精神科醫師 不是他可以任意開業 他有專業 有執照 然後還有他的同行 他起了這個資格 他才是精神科醫師 同樣的丁教授也修博士協位 修了很多的協分 我也一樣 而不是我今天到街頭上 我認為我以前是如來 我是耶穌 然後我講的就是真理 你們都不能質疑 我是不能認可這一點 這樣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問正常 跟轟子跟正常人的區別 因為胡說八道 在在在我們的現往裡面 是不犯法 禪中的六祖不也是以頓悟為名嗎 不 完全不一樣 我現在講妙禪有三大錯誤 因為新興宗教在台灣來講 脫才要出心的 也就是說在台灣的所有宗教 有很大的互相抄襲性 互製經驗 我我自己來講 為什麼紫衣教會穿紫色的衣服 他發明的嗎 有沒有想想看 慈濟的藍色衣服 嗯哼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 對我來講 都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 一個現有經驗的複製 好 再來講 我們先講妙禪的 你看現在回到 江淑納跟妙禪 那一幕 妙禪一定先去觸碰 江淑納的額頭 嗯哼 那個就有點像 裴永禪去摸到你 那個那個 那個 你你你粉 你粉絲的頭一樣 他 他一定是有一個很大的衝擊力 是嗎 他 我們這樣子講 我我我其實不願意涉及到 江淑納的詩人 江淑納有很多的分音不如意 有很多的挫折 好不好 所以在中在在精神病學也吧 在心裡有一種就是 他要用信念 頑固形的信念 來支持 他對某些是精神的支持 好 那這一類人 你只要給他一個力量 再再再給他一個希望 對他來講 就精神重生 或許可以解釋一個兩個信徒 可是幾千個信徒 以及他號稱九萬個信徒 你就很難解釋這件事 自己是樣本 我我從十六歲 也就是說四十年前到臺北來 我就在現在的中正西路 也就是說 接近那個北門 北門城附近那邊 看到臺北市的片子 是租租店面在片鄉下來的 就是喔 這個他都是不是拍賣嗎 喔這個多好賺多少 還要賣什麼 我的意思說 這個都是集體 假 假烘台 我當這類東西 在臺灣有效 特別是像送機率來講 你看他原來是很失意 可是等到在在在在某些這個咖啡廳裡面表演出他的神功有效 然後然後再複製那個顯像管 他就變成大師了 如果不是集美鳳去跟他踢 連謝長廷都拜啊 我的意思說 另外在這個之前 不要講送機率 在之前講兩個人 各位知道青海 為什麼叫青海 你不知道對不對 我可以告訴你 他原來在越南是上層人家的 他他懂懂懂懂法文 懂英文 他是受教育教育的 就越南輪亡 所以他到西方 他他有他有英國名校的壽司協位 他修過心理學中教學 然後他嫁給奪國醫生 本來在西方社會他可以過得很好 那為什麼他變成宗教師 是因為大量的越南難民到美國到西方以後 不知道怎麼樣去就是 就是敢於個人的力量為廟 所以所以他希望借助宗宗教的的的力量 在西方 那當時西方命教 特別是達賴的系統 影響力很大 他他去追隨達賴 達賴說我這裡沒有說你信徒啊 所以你認為廟禪 你知新城跟青海無上市一樣 都有很強的社會因素在 廟禪是因為他在社會上是屬於挫折的 他是職業的失敗者 所以他是臨時演員嘛 他沒有受很高的教育 客家很辛苦啊 我知道啊 跟黃安利亞 就是說就是說就是說 我們因為我沒有辦法講 我簡單跟你講說我我我把速度縮壞 那麼青海就是寫習克教 可是在習克教印度也排斥 因為來自越南 所以他跑到臺灣來要授戒 授戒才敗了一個越南籍的 淨型法師 那淨型法師的女徒弟都在青 所以叫青海 淨型法師認識 然後去授戒 授完戒以後 他覺得那個那個 淨型法師 在臺灣的道場不大 所以他就英文很好 他就當 去當聖遠的英文秘書 因為聖遠不是殘法要傳到西方嗎 所以所以他就那個聖遠 就把他帶到美國去 他美國去辦那個那個 英文的慘的雜誌 都都是青海在翻譯 江老師因為你又談到青海 就有一點遠了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從青海乃至於到廟天 乃至於到宋七曆 再乃至於到妙禪 你壓根不認為 這些人有所謂的神通能力 這個當中有一個關鍵 所以我才會花這個時間 談這個問題是 因為馬上就講到重點了嘛 就是說那個那個青海 已經是出家人 然後去當秘書 然後等聖遠三個月在臺灣 三個月在美國 聖遠回來臺灣的時候 他就把聖遠的徒弟 變成他的徒弟 那聖遠發現就把他開除 他就回到臺灣來 所以在清華大學 他就租禮堂 不是在京華街租禮堂 所以科學MG很多人就開始去追隨青海 那那青海因為要讓這些人很快的進入狀況 所以他就用印心 在苗栗那個那邊 當時我們質疑聖遠 聖遠這邊有很多人去踢館 說你是出家人 怎麼讓男生來跪 他就把一個光頭罩擺在那邊 你要見我要先跪 男生都不跪 所以就走了 那怎麼樣 那個就是利用宗教催眠嘛 就是把師父的印象 印心嘛 要解脫 就要見性 要見性 就要明師 所以就要跟師父對看 然後隨隨思想師父 就是把宗教師父的神聖性 一直變成你生活中所有朝思暮想 所有的奉獻都為師我師 所以所以等到清海這個 所以你看很多的家庭主婦 都不要丈夫 都去追隨他嘛 同樣的 盧森念也是一樣 盧森念那鬼 弄很多鬼故事以後 他 他想邪輔 那很多和尚都怕他 所以他乾脆就是 他的書都是夢中來的 傳授 所以所以這兩個後來就被李鴻智接收了 所以你看他傳法輪功的 也基本上那個法的自動會轉的 也就是這 就是這樣 所以所以我 我的意思說海峽兩岸 很多的宗教其實都是抄襲 同樣的 廟天原先在做禪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生意 所以後來大陸興起所謂 退役功能 對不對 公法 很多的大型的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集會出現以後 所以在臺灣也跟著流行 所以所以然後又又因為當時 很多的國中生不聽話 所以所以政府就鼓動 暑假的時候禪修班 在在那個小那個就是中臺山那個梯度事件 沒有出現以前 所有的寫校暑假 都是讓寫人去做禪嘛 那麼這種情況下廟天也會 才會去清大 去交大 到處去開禪信班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的廟展在哪裡 廟展沒有上到沒有很高的協力啊 他他就是會賣寧古塔而已啊 那廟 廟天所寫的他他原先也是退休以後 才才才寫一些入門的東西 他從一開始辦禪新 我就知道廟天啊 所以他沒有多大本事啊 我要去接什麼林濟宗蠶室 不管那個真的假的 他是第幾代 可是問題是臺灣的林濟宗 每一個和尚都是林濟宗啊 不稀奇 所以他乾脆自稱如來嘛 瞭解 那自稱如來也不是他第一個啊 我可以舉最強五個 如是念珍佛宗也是一樣 珍佛嘛 那個莊嚴 有沒有 莊嚴啊 也是啊 被起訴那個 對啊 也是啊 我 我的意思說 那個著稱如來在臺灣 至少有四五個啦 我 我以前在臺大念書 每年所見 最強二十幾個 不過丁老師 我要請教您一件事 當然就學術研究來講 或許老師們都會很在意說 他的所謂的在教義上 經典上 他是否是真的有獨創性 或者是說在所謂的那個心靈層次上有什麼樣的 可是今天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是說 當我在網路上說我們今天要談妙禪 以及其他新興宗教的時候 我一個很要好的學妹打電話給我 他剛好就是妙禪門下的 那他談到他自己為什麼會去妙禪 他談到自己的一個親身體驗 那他是一直沿路下唸書都是自由聲 所以你不會去懷疑他的自視程度 但是他談到說他在禪定的過程當中 他發現到自己有很大的改變 包括他自己的價值觀 包括他的行為方式 包括他跟他家人的關係 因此他才會持續地投入妙禪的門下 我相信您在做新興宗教研究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信眾們都是跟你講 他是親身的宗教體驗 甚至他可以跟你講很清楚的 神秘的宗教體驗 靈動啦 見如來啦 或者是看到什麼東西啦 甚至他有一些像是疾病上一個很巨大的一些改變 我想問的是說 知識程度 所謂的教主或是上師或是師父的知識程度 跟他跟信徒之間的那種信任程度 不必然是成正比的 你怎麼樣看待妙禪 以及包括妙禪在內這麼多的新興宗教 這個問題很多層次 因為以教主來講 每一個教主的論述能力不一樣 有時候教主他可能受過比較好的科學教育 他論述能力就很強 接著很多現在new age 或者是新科學的語言去 那像廟天也好 廟才也好 他的論述能力不是那麼強 可是他們抓住一個東西 我們叫做經驗主義也好 體驗主義也好 就是現在的中產階級都市階級 他們拖延原來的那個民間信仰那個東西 他們覺得他們好像進入一個科學的 現代教育的世界 可是事實上他們 並沒有真的脫離那個民俗那種 真的碰到問題的時候 他們還是要去找 他們還是想會立足於宗教的這樣一個東西 可是對他們講他們以傳統教 傳統教以脫節 你說他們去找佛教嗎 佛教裡面的論述語言 他們不見得會合那個東西 而且我們一般講說新興宗教講 限制利益 限制利益換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此事救贖 所以以前的佛教來講 我們的救贖可能是寄託在 來世 往生來世或到往生即日淨土世界 而且一般大眾水平比較低嘛 那個教育程度比較低 他也不會期望到像知識分子那樣子 真的得到像得到很華言天台天台中那種高的境界 他可能就期望淨土中 就這樣 或者就這樣念念佛 然後就可以往生那個 就鄙視救贖 可是到新興宗教來講 這些人的教育 這些大部分都會去裡面的這些 或者說從事白領階層的 或者是他大眾教育以上的 他對自己的期許比較高 那他會覺得他這個磁士 他是可以掌握到那個救贖的東西 所以我們叫從外面看是限制利益 從他們來講是此事就俗 那此事就俗就會連到一個神通感應 這種東西 或是身體的靈動 外面來看 會覺得這就是迷信 或者是一種很低俗的靈動 可是從他們來講就是一個 一個自我的開發 一個主體性的一個掌控 從這裡面 然後呢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程度 這些新宗教跟傳統的 像佛光三號 慈濟豪有一個很大的區別 就是他們是在家主義的 就是說他們不需要出家 不需要出家 那他們可以接到中國禪宗 這樣子說即刻開悟 而且慧能 他就是 他是一個內在的一個開悟 頓悟的經驗 不需要透過出家這種形式 是一個非常疑似主義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也賦予在家主義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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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點 所以新興宗教大部分 雖然有些好像有出家的形式 像青海他們可能有常駐什麼 可是那個他跟傳統出家是不一樣的意義 所以就給予大家一個 自我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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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覺得我就可以 是 得到一個最高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頓悟 所以這樣一個在家主義的 這樣一個一個立足點 所以即使那個教主的論述經驗 論述能力不是非常強 那有的教主論述不錯 像盧森爺 他就叫論述能力非常強 那有的就不是那麼基於論述能力 可是在這個體驗主義底下 他就要創造那種形式 是 然後信徒呢 通過能夠做見證 會參與 然後常常有讀書會 那個讀書會其實就是強迫你去參與 去分享 在做這個形式裡面 假設 那一般人可能被拉進去 可能是因為人情的關係拉進去 可是讓你生活碰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的學業不順 你的健康不好 或者你作為愛情 各方面 需要現在碰到問題的時候 他要找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這裡面是可以找到他的答案 不過我想請教 我再插水一下 青海跟妙禪 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我們剛剛講 他一開始在臺灣是出家 是生理 那因為我剛剛講 就是那個 因為我覺得我有義務講一點 這個他轉變的奧秘 是因為主義是我出的 因為聖眼的徒弟 不曉得 因為大家都攻擊他的師父 把這個 等等等等 若樹的一個比丘尼 帶到美國菜 才會出現 這個這樣一個怪物 那他問我怎麼辦 我說他是拿 拿護照 因為看他授見 是英國的嘛 他他 而且他他的英國 幾條地址 我說你透過外事部去查 所以所以查以後 那所以包括以前這個有一個 那個叫陳惠賢 他說是辦慈濟道理 就是印十萬份 就是叫叫青海 就是說你你留頭髮吧 你你不要做出家人 後來這個陳惠賢跟慈濟道 就是青海的事件 那那所以青海乾脆就留頭髮 而且不只留頭髮 還打扮得像那個觀音一樣 朱光 那這你給他建議的 不是 不是我的我的意思 你叫我不要當 你現在出 你們的比丘尼嘛 那我就變成無上師了 就天底下他最大 所以無上 對 就是你你不要 因為你一直用佛教的規矩來約束我們 不過我們還是回到廟禪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談這個話嗎 其實因為我覺得 我們應該現在不是專門針對誰講這個話 我首先跟大家講 我其實是一個基督徒 基督徒有舊約有新約 基督徒裡面講不講神機有 那我今天被邀請的是一個 所謂的跟心理層次有關的 我們要知道我們每一個人 你的身心健康有生理 心理環境還有靈性 靈性這個東西 他有切兩塊 一塊是自我去修煉 所以現在時下你看到很多 叫做冥想正念 另外一塊就是宗教 那我開玩笑講 你們知道全世界宗教最多的國家在哪裡 在印度 印度你知道嗎 他的宗教類別有上億種 這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第一個 當我們人對未來未知的時候 那你就會產生不安 你就想要去尋求一些答案 這是第一個基礎 第二個基礎呢 就是你的教育程度 你的教育程度越低的時候 印度呢 可以連車子都可以當來膜拜 當然第三個 你如果去拿來說 美國 你如果等一下 我們還會提到那種 所謂的吉姆瓊斯的那種 人民聖殿的事情 你會提到說 美國是高教育 台灣 我們現在在談的 這些號稱好像高教育 那我就要跟各位講 因為 我們在研究許多概念上面 教 教是一個教 教還有分好的跟不好的 要怎麼樣形成呢 在我心理學上面 我還特別做了一個手板 給大家看 我們把他這種 所謂 大家先講講 非宗教的事情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記得 希特勒吧 德國是一個 這麼優秀的民族 大家回過來想說 為什麼在德國的二次世界大戰前 希特勒 他可以把德國人講的神魂顛倒 大家願意出血出汗 然後做的這麼不人道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陷入到我這 紙板上面的團體迷思 這個團體迷思 可以運用在最常見的 就是三大類 第一個就是演藝圈的類 第二個就是政治類 第三個就是宗教類 那甚至你要再擴大 就是第四個就是政治類的 那團體迷思呢 他有幾個基本的基礎 我特別在寫在這上面 第一個 因為我們人都是群居的動物 我們常講說物以類聚嘛 我要同所好 我才會在一起 所以追求我第一點上面叫一致性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那這個一致性呢 會讓許多有興趣的人 對未來有興趣的 對未來不知道怎麼辦的人呢 他可能喜歡凝聚在一起 就像剛剛江老師在提到 可能他會湊在一起 讀一讀心靈的書啊 來念念書來交換一下意見嘛 但是第二個 如果這時候出現一個比較 我們稱之為比較戲劇性的 比較強勢型的 比較有團體魅力的人 這個時候他如果他甚至不小心的 展現了許多神機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會讓大家聽著他的話 這個時候聽著他的話 就會出現我們常常臨床 我們在心理學院叫做蟲種效應 又叫做油花車效應 前面花車在油啦 後面人大家就跟著歡歡喜喜的 這時候就傳成第二個叫做團體壓力 團體壓力這時候呢 就好像我們常做過一個實驗 就是呢 比如說我們今天到一棟大樓 我叫六個人 我只要叫六個人都抬頭像這樣看 你看看第七個 第八個 第九 第十個人 都會坐站在那邊像這樣看 問他說你是在看嗎 不知道啊 他們都在看啊 因為團體的壓力會導致你思考 跟事實的驗證能力下降 再來更可怕的是第三個 第三個呢 在我剛剛提到美國最悲慘的 常被列出來的就是叫做 吉姆瓊斯的那個邪教 他不是還造成多百 九百多人集體自殺嗎 這種極度的呢 他還有一種惡劣性就是 他會跟外界隔 峻徐隔絕 我們大家知道嘛 日月民工是最經典的 日月民工當時你看那個教主 我常常形容他就是水仙性格 太陽 像太陽一樣 他自認為他世界的中心 所以大家都要聽他的 所以才會發生甚至那個媽媽 因為我兒子不聽大家的話 所以教主說 你們應該要懲罰他 要叫醒他 然後把他虐打他致死 所以這個先要有這三個要件 他才能讓人凝聚在一起 那我們要不要談宗教 是不是他有沒有會談成一個邪的東西 其實不過我很直白講 我們最近在鬧著這個新聞 他讓我們會打破我們腦袋的一個印象 就是說我們講宗教啊 他應該有幾個基礎 第一個讓人從善 第二個讓你生活有目標 第三個最好要能助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經典的一些宗教 他們所給我們看到的 那個成為大家崇拜的對象 他基本上應該概念就是不愛財的 是貧困的 是會物欲很低的 奉獻的 更重要的就是老師現在講奉獻 但是今天這個新聞 會讓我們比較側目的就是 我們竟然在講說 你有一個宗教信仰 但是你就在搭的是上千萬的名車 這個連我們一般小老百姓 都望成末期了 而你不知道我剛剛說成理由 叫做工具車 這種東西才是讓人會匪議 會側目 會覺得很疑惑的 要不然你其實上面 他們看到的 所謂那幾千萬 你剛剛提到幾千人 或者你講的九萬人 肖肖說跟你講 天主教都有幾億人 基督教都有幾億人 這九萬人又算什麼呢 這個當然就不一樣了 不過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請教 我特別要請教丁老師 就是說 剛剛我們不管是從佛教史的角度 或者是心理 或者是精神醫學的角度來談 可是我們剛剛 畢竟還是一個很重要 叫做那個宗教體驗這件事情 因為這宗教體驗 就恐怕是人類學最擅長的啦 因為我們去做長期的天野調查 跟所有的報導人 有那麼長的一個互動 但是剛剛 楊醫師有談到 所謂的金錢這一部分 到目前為止 妙禪的爭議是在於 他那兩台老師來師 他的弟子是說 大家歡喜心 要讓師父做好一點的 可是我們來看看 佛教如來宗 自己的一個聲明 他說如來宗是零四年呢 妙禪師父為弘法利益眾生所利的 那他說如來宗是非營利事業 也沒有營利組織 所有的錢都一清二楚 然後也有大型會計師事務所 去做年度的查核 然後沒有什麼吸金或是中保 任何人 任何人當然也包括這個師父 私囊知識等等的 我們等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也沒有更多的證據 在於談所謂的那個財的部分 可是我先請教一下丁老師 所謂的神秘體驗 宗教體驗 不管是妙禪 來至於到之前的妙天 來至於到宋七禮 學界怎麼認定這些事 學界當然就 他兩派非常極端的 兩派不一樣的說法 那心理學家可能就認為 那種是一種暗示 集體暗示 催眠 或者是洗腦 可是社會學家 有一部分社會學家會認為 這種東西是 我們當然會看到體驗 但這個體驗跟傳統靈驗是不一樣的 靈驗是求神明的效果 然後馬上需要一個 一個跟神明回報的一個好的效果 體驗是一個身體上的一個 一個 改變 意識的更深層的 進入一個更深層的 然後身體產生一種轉化 就是我們 當然我們會要形成批判 可是我就心中教 心中教自己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然後當然我們會注意到那種 好像靈動靈驗的事情 我們會進行批判 可是我覺得更要注意到 他背後那種倫理觀 他其實是現代社會的一種 個人對自己承擔自己的行為的後果 然後也在這個世間 享受事件的這個 事件的一個 你對於自己性 後果在這個事件 直接就承擔了這樣一個 某種程度一種 他也強調人跟人的和平的相處 人跟自然的和諧 就他背後是一個 有一個 一套倫理觀去支撐他的 雖然這個倫理觀 尤其他們講的不是那麼清楚 可是這很多人說 那個馬修蓮恩 他也會去到廟山那邊 某種程度符合他一種 他的想像也好 或者是他這種現代人在都會生活裡面 一種一種倫理觀 一種現代人的一種生活的方式 從這裡面 從新興宗教裡面 他可能傳統宗教裡面試過了 或者是說他新興宗教裡面 給他一個更直接 更更直接的 針對他這方面給他一個滿 他可能所謂的大型的正性的 或是傳統的宗教走一圈了 發現這一圈呢 對他沒幫助 可是在停留在廟禪 停留在廟天 停留在宋氣地 發現很有幫助 這個東西啊 就跟地攤賣東西一樣 你要知道地攤要賣東西 要叫好 又叫做很簡單 第一個 一定要有一個能言善道的人 第二個 一定要旁邊有敲鑼打鼓的人 所以呢 然後還有見證者 對 所以呢 你看看我下面的手板下面 你怎麼樣讓人很容易 產生團體迷失 只要他一個達到一個目標 就是讓你個人極小化 領導極大化 第一個就是無可 無懈可擊的錯覺 這種錯覺神機喔 你看看 你前面發給我們這一堆人 我都不用討論 你最經典的還是就去看看 這種幾母窮士 他會號稱在你面前會發肌肋 拿肌肋出來給你看 然後有的人說癌症 一抹了就沒癌症了 其實這都後來一個一個被驗證 都是他胡搬下班 不過我要請教三位來賓 你們怎麼看待這一段畫面 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一段恐怕也是爭議最大 或者是說效果最強的一段畫面 我們來看看江淑那在幾年前 在妙禪門下 他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一人江淑那參加如來政法法會唱佛曲 還接受妙禪法師進化加持 法師摸了頭之後 江淑那身體開始搖晃顫抖 淚流滿面 受到強烈感召 大喊感謝 其實江淑那入門妙禪 已經四年多 也多次在節目上分享自己的改變 幸運的我來到妙禪師傅的座一下 他帶給我 他把我的靈性給提升 除了江淑那演藝圈包瓜 瑤瑤 郭書瑤 隨唐 小仙都是信徒 馬修蓮恩還曾經對法師五體頭地型 跪拜禮 製作人蔡志平更是堅信不疑 是因為身體狀況不好 然後被朋友接近去修行的 身心靈都會獲得改善 演藝圈大有名氣的妙禪法師 本名劉錦柔 十年前創立佛教如萊宗 至今全台北中南有三十個金社 號稱信眾超過七萬人 只是信眾多也引發爭議 這張寫著工程師傅的就是信眾的匯款單 根據瞭解入匯費得要三百元 每個月還得交護持金 學生兩百元 社會人士兩千元 信眾說是隨喜 但是捐款單後卻備註 有能力卻不願意護持請務必慈悲輔導他 也引起討論 所以江淑那影片在網路上崩傳 讓楊妙傳稅號人物成為焦點 記得臺北綜合報導 不過江老師你怎麼樣看 你剛剛當然解釋說 當你在那個脈絡下 你應該先問我 科學上怎麼解釋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家的東西 你們家怎麼解釋 我們家怎麼解釋 很簡單 這是一種轉化解離反應 這個在我們早一點名稱 叫做歇斯底乙症 這個是歇斯底乙症 而且我不客氣地講 這影片一定是被釋放出來的 是 我對我們這位藝人 我沒有意見 但是對這釋放這影片出來 我有意見 這個是被刻意釋放出來 釋放出來呢 就在我這邊嘛 你無懈可擊的錯覺 你看哇這個人好有神機 說不定說難聽一點 雞同也會起這種反應 那我想表達什麼呢 當一個人 如果他當他覺得他的情緒 到一個激動狀況 甚至被暗示 尤其我們研究過藝人 藝人非常容易有戲劇性格 是被容易暗示的 當他覺得號稱一個神力 掛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會出現 那種不由自主的動畫 然後精神狀態 好像屬於在霧昧之間 這是非常非常常見 連我們在實驗室都可以 創造得出來 這是我第一個要提醒的 第二個 我想這裡面 我要特別要提到就是說 剛剛我們包括江老師提到 你要知道有人背書 像你們現在講某某誰 某某誰都信 那又怎麼樣 這些人在我角度叫做藝人 我還可以告訴你 吉姆雄斯他還有很多教授 還有博士背書 這些你要先前提知道 這些都是人 就好像剛剛我講的 在買賣在擺地攤 在賣東西 旁邊叫話 喊的就像你剛剛 包括你講的 這些人喊說 我是某某大學的教授喔 我真的被他手摸過 我都有神力 這種東西就會產生了 第二個 集體合理化的思考 接著呢 你大家就會傳承一種凝聚力 號稱這個人 他講的話都是對的 這個又獻到我們在哲理 在哲學上的謬誤 就會變成對團體道德 你深信不疑 那你客觀你從旁邊的人 比如說我們某某某某人 聽到說他最近呢 因為信了什麼以後 好像整個人性情都變好 一方面這是好事 但是你要知道 這一個好事 外面可能包著九個壞事 舉個例子 像剛剛你們的廣播裡面 很清楚講收費 你去問問看哪一個好的宗教 特別要你收費的 其實基督教裡面 會叫你十一奉獻 他沒有加那個話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講的 更可怕的就是你呢 會承重而已 基督教十一也是比例很高的 他才兩千塊而已 我這麼說 這是一個奉獻 你注意看你剛剛 你們自己做的提醒 就是後面呢 萬一還沒有要訓練 還要輔導他 這話就有暗示作用了 那我想要提醒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 要不要有宗教信仰 如果以我自己同事心理健康 從腦科學來講 我鼓吹人要有好的宗教信仰 因為好的宗教信仰 會讓你知道 你對自己為什麼來這個世上 你現在要能做什麼 你未來能做什麼 甚至即使到你離開這個世界 你能幹什麼 你有很清楚的了解 這還是在好的宗教的目的 或這是心理學跟精神學 但是宗教上你怎麼解釋靈動 我先簡單的也我覺得這樣子 比較好回應 因為宗教心理學 最新的發展是這樣 因為既然你們都在爭辯 有沒有生機 有沒有假的真的 心理學是說 對你們爭辯真假 有些部分先不要去 去追尋他的本質啦 而是說他為什麼會這樣 就剛剛講 他去解釋為什麼你有心理上 這樣一個反應 好 現在我把中共在處理這個大型 因為臺灣這個老實講 假如你是五月天喝 我說在臺灣大型的音樂會 站外面那個幾萬人買票 那個大家很high 沒有意見 這個沒有意見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付錢去享受那個體驗 不是我的重點 我我底下有兩 有三個那個那個例子 各位比較不知道 然後也給丁教授參考 後來的實際的情況不知道 我們先講 有一次華視新聞雜誌的著作單位 到各部東同時 江老師 王永慶跟他們的幹部 希望我們去做一個他們特異功能表演的 這個專題報道 但是他說我們著作小組 不知道怎麼去看這個問題 江老師你先跟我們上課 我說所有的特異功能都是作假 那怎麼去揭穿這個作假呢 第一個我們常說武俠小說 說掌風可以打死人 隔山打牛 對 首先呢 所有大陸的科學研究 所有實驗到一九八八年為止 都已經證明沒有外氣的問題 就是那個掌風 你除了是轟動實驗 特別的亞洲那個搶風 才可以 一個人 不管怎麼樣 沒有辦法 用他的能量去 去超越 去傳遞 去打 打傷對方 所以那個丁 就是一個暗示 首先沒有外氣 內在 呼吸會有影響 可是這個呼吸的影響 不會變成超能力影響 這個是被否定的 第一點 第二點 所有的動作 都是暗示的結果 那只要隔斷暗示的語言 肢體表現 跟聲音 不是 跟影響式 那就沒有效果 所以我說 根據這個原理 我說你跟王董事長 講 我說 教授要求 就是當氣功 那個特異功能 在表演之前 請他 你準備一個長條的黑布 黑布 黑布 這黑布是什麼 你的所有的幹部 在這邊 氣功師在這邊 中間有一條黑布 沒有辦法 而且請氣功師不要講 我要發功 大家都看不到 然後讓掌 花一百遍 一萬遍 我可以講 對方 文龍不動 不過剛好 江老師你談到這個 我們來看看 隔斷 以後 王董事長馬上看穿 假的 所以馬上就趕走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大陸 因為很多的特異功能 先生可以看到西安的 火箭 羅斯灣 北京 領導人 幹病 都知道 好 大陸科學家 為了讓大陸的民眾相信 他們就設計了一個很巧 讓先生有這種超能力的人 在廣州 電視台 集合 然後他們的信眾 最謙證 在北京 電視台 集合 一定 比方說晚上八點 從廣州 花工到北京 然後因為是現場轉播 來看那個現場 花工 有沒有效 因為都不用去看羅斯 因為領導人生理在裡面 在電視台 好 現在好了 時間到了對不對 廣州這邊電視台說 我們以前花工過去了 可是這邊其實 所有中共的關聯 就把那個花工者 遣到一邊去喝茶 換句話說 什麼工也沒有花 北京東倒西歪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這邊 以前花工過去了 嗯哼 了解 所以 你看那個 那個 那個 這邊在喝茶 沒有花工 只是跟他講 花工過去了 那邊就東倒西歪了 對對對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一段影片 其實某種程度 也可以看到說很多事情 我們那個很難解釋的時候 可是其實呢 他還是有很強很強的暗示性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由東升新聞 特別提供給我們這個節目之前 他去訪問 宋七莉的一段畫面 是 我用來看 我覺得 就是 我等一下 就會你們 可以寄下去 欸你一段道 人家這個就會臼下去 不會受傷 喔 來看這裡 還要吹啊 我的驕傲 jun 我要坐下去 而且不是你的力量 你的思想的力量 我坐下去 开始 你看他们都最奇怪 因为太多太奇妙的表天感应 怎么样 还没有停 怎么样 你是想要和手一支 我才能看得到 他摄影机还照得到 人家打我 我故意讲的怎么讲的 我那个以前没有电脑 都只有扫光相机 非常感谢东森新闻 提供我们节目这段画面 不过丁老师我要请教你 当然那个画面 是用比较野余的角度 在嘲讽 那那部分 其实画面本身 讲了很多讯息 我们就不再谈 可是我要谈的是说 很显然 外面的人的逻辑 跟里面的逻辑 是两套逻辑 你再怎么笑他 再怎么讽刺他 再怎么咒骂他 再怎么拉扯他呢 对他来讲 这都只是外面压力 在压迫我 他只会加深 我的信仰的逻辑而已 我特别跟东森的 新闻部的那个主要负责人 在谈说 怎么办 他说对信徒来讲 反而是说 这个新闻呢 并没有把完整的东西 讲出来 他们还是坚信 宋气力呢 是有神通的 是有定生术的 这一套逻辑 在所有的信众呢 完全是一致的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这些新兴宗教 都有强烈的使命感 跟自我的骄傲 这是他们的立足点 在这样 他们在扩张的时候 就会跟媒体产生冲突 而且我们现在是一个 世俗教育嘛 就说整个世界是 宗教是相对的 不是那么绝对的 所以整个世界 会嘲笑那个东西 对他们讲 他在这种嘲笑中 他的绝对主义 反而会更强 去坚持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说像 民俗宗教 就讲瑜伽 气功啊 静坐 療育啊 这些东西都是民俗宗教 有的东西 可是过去呢 他可能受到知识分子的制衡 就是民间有那个东西 没有关系 可是他不会影响到 整个大传统 这个主流文化的东西 可是现在这些新兴宗教 他扩张到 擠到主流文化里面来 就变成说 他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制衡 的时候 他自己又扩张 又有更大的一个自信心 就产生了一种相互的冲突 你说我们怎么去看 这些教主真的去挖出来 可能很多都是催眠 很多都是他自己的自我的表演 然后但是 那我们怎么去监督他 或者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可能就这个东西 你在这个宗教自由的前提下 你很难去 去那就是 那个 供需的关系嘛 供需的关系 一种一种都 我接着丁老师的话 我特别秀出来 你们看 我的形式 这下面的第七点 叫做全体一致性的错觉 不要说宗教啦 我看完就说政治上面也是 你政治上面 你当你拥护某一个人 比如说美国 现在呢 拥护我们川普 或是反川普 他很多人 大家都很感冒 可是呢 拥他的人 到现在还是会 你讲了很多理由 我一定支持他 我可能要讲一个 可能得罪更多人 现在大家很多人在批评妙禪 这两天i8上市 iPhone8上市 多少人是捧着 那个好几万块的现金 去排队好几个晚上 就是要买i8 我再讲一个得罪更多人的 五月天在办演唱会的时候 是多少的歌迷 像信徒一样 去抢着买票 去在那边摇滚 呐喊 我想问的是说 崇拜的本质 有差别吗 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那么信仰妙禪 又是怎么样一件坏事呢 我分两个方面讲 第一个呢 你讲崇拜这件事情 是人性的一部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人 就是对未来你不知 然后呢 每一个人当然 最好能够趋吉避凶 所以你一定呢 会去做崇拜 包括我们人不是万能 这个是阿德勒讲的最明言 我们小时候就不是万能 所以我们也有一定的 那种所谓的自卑性 这个时候你会去寻求 能力比较强的人 这个是很自然的 所以你刚刚你在讲iPhone8 人家是操作的很厉害 行销做人 他变成一个时尚品 所以你要追著他 你有粉丝 同样的五月天 人家歌喉 歌艺好 包括你的经济公司 行销包装的要好 危机处理的能力要强 所以当然就会自动 一直滚成滚成 一种粉丝团出来 所以崇拜是人性的一种 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 我一直没有去点明 国内的这个状况 其实目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人 在我们的身心健康来讲 你要有好的宗教信仰 你不要有不好的宗教信仰 不好的宗教信仰 其实他会有几个干扰 第一个呢 就是可能骗色骗财 所以我们还碰过很多神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本质呢 它可能呢 会造成你 会变成 你没办法全面顾及 我们也听到某一些的宗教 你可能为了奉献他 很不客气的讲 你自己的家 你自己的小孩都顾不好 你却要去维护那个宗教 这是会产生自身的 挨拔也是有些人 就是要用尽所的钱去买 可是我再回到一个很重要的 有点跟宗教是不一样 就是说宗教是以教主的故事 他创了教之后 历史就是教主之前 跟教主之后 他那个终极的救赎 由教主的一生的故事去展现 然后人 然后信主也投射在教主的生平 可是丁老师我请教 台湾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 你要信任何的宗教 都有你绝对宪法赋予的自由 社会有需要管到那么多 在妙禅或其他这些宗教 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管到那么多吗 我有意见 我觉得从宗教教育来脱手 没有 我的意见是这样 妙禅怎么做 如果我们有法律规定 可是问题是 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行为 是一片空白 没有法律的规定 我们这样子讲 现在台湾 如果人家知道那是鬼屋 他可能会降价 或是说不会买 如果你隐瞒 现在不是演艺人脸被 那个父亲被判了 为什么 因为你对这种东西 有一个习俗的认知 有一个习俗的认知 那个变成社会规范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假定你现在广告涉及到 化妆品涉及到 或是什么营养品 涉及到医疗 现在医师法就给你化 那政府该怎么面对新兴宗教 好 我现在挤三点 我其实不用挤很多点 我很务实地讲 其实这个 我们台湾是一个很民主自由的社会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中间 这是立在宪法里面 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 他会采取市场导向 不会 你会看到有许多人 信者很信 那他只要他不要去伤害自己 伤害到别人 比如说那时候犯法的日月民工 他就是很清楚 他把人搞死了 对 所以我们就守住刑法 这一块 憲法 憲法 我的意思说如果没有 对对对对 没有那种明显犯罪的话 其实政府跟社会 其实不需要给他太多的约束 现在非常正义 就是说宗教法到底要不要定 这个问题 就是政府到底多大的权力 可以去监督那个 那个要赋予多大的权力 都还在草案 就说还是说只是用人民团体法 方式去 现在我跟进张巡旗 民政党政府决定 推演 也就是说在小英的任内 已经变成第五届 不会 太多利益团体 丁老师你怎么样看待 我们有需要对于像是妙禅 像是宋七利 像是其他的这种新兴宗教 更多的规范吗 这个就每次谈的问题 就深入很大 我个人会赞成 有一个规范在那边 那这个取得那种互信 取得重要团体 跟民众的互信 但如果是他就是财务公开 然后信徒公开 他没有所谓的伤天害理 违反刑法 你是要怎么管他 没有 我觉得很多事情 那个主持人 你先听我讲一下 我们快结束了 没有 我知道 我我我我记得 这就是那个台湾出现 这个九二一大地震 大地震 很多神庙都喜欢出来讲议 对不对 当当时那个政府 我说有一个气象法 管理地震的问题 神庙如果坏 用气象法可以成功 所有神庙都 抬起来 都抬起来 同样的庙产的问题 如果没有涉及到 逃漏税的问题 没有人觉得受骗的问题 没有就是我们讨论 社会观感的问题 难道我们 比方说他 他是免税的 他这样不标价 不标价钱 任何的捐献 都是免税的 对 所以那你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他的主持帐户 有没有清楚 好 另外有 有一个问题 当他讲 上帝如来 欢迎你的拥抱的时候 任何佛教徒 任何懂佛教的 不知道 要对这两个 上帝如来 要剃笑结尾 我个人还是强调啦 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 你立这一些 你只会绑手绑脚 而且你会发现 你会前后矛盾 我还 举个例子 我如果今天我们几个人 是对某一个东西有兴趣 我组成了一百人 一千人 一万人 我形式上是不是一个 宗教的形式 是 所以 他们非要立出一个头 都把这个头 当做教主 比如说 可能像直教一样 你非要去立 你有什么办法 立什么法呢 我不认为有法可以立 重点还是在于 你有没有守住几个 违规 包括不管是刑法 或是民法 他的界限 这就是这样子 其他的东西 市场都好 而且开玩笑说 有时候我看看这些新闻 还会觉得好好笑 像我们刚刚在看东西的新闻 我看连 我们的这些伙伴们都在笑 我也会觉得好笑 人生就是有时候 要轻松一下嘛 你就看有人呢 他就叫做明眼说瞎话 那你就笑一笑就好了 有一个宗教法的部分 没有办法解决 他会永远造成 台湾宗教的混乱 就是财产前的继承 我我我们过去从清代以来 就一直到明眼 有有一个叫寺庙管理监督条例 他以前就就你要生到的资格 才才能够去管理庙产 那来我们农地没有农民不能 所以台湾就变成很多的庙宇 在盖的时候 是用家人的农民的户头 可等到住宿死掉以后 这个财产他他继承前 如果更加民宿清就清俗法 就变成大家产了 用法人定义是有问题的 但是技術上法令上是可以去 對 他只要有一个法人 讓他去解决 就是公公的 他现在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用什么东西 用文教基金 对 我应该没有这样 也许我们再早一集来谈 妙禅有踩到红线吗 到目前为止 妙禅现在如果 如果我们要涉及财务 就不难 一路大转弯 台湾虚极一场 全球气候变天 越来越严重 台湾路径睡起万变 风灾规模越来越大 美国接连招受 飓风威胁 数百万人大撤离 台湾未处高风险地带 防晒意识 该有新思维 美风台风 各地淹水 前程进化 花钱就能治水吗 周本间8点能不开脚 未来气候变清更剧烈 台湾如何阴敏 该从哪里开始准备 个型歧视是哪个是 请作答 个型歧视 我就知道 你认为哪个对 我认为是 事情的是 史仙人 他挺 等一下 不要这样走 后面好奇怪耶 成哥 一字千金 带您领略中华文字之美 9月 面脸台湾 观察变迁中的台湾面貌 欣赏故事里的人文风情 看这块土地的人们 如何用心活出精彩的人生 公式表演厅 完整记录各类艺术表演 让您不用出门 就和一文无缝接轨 公式国际影展 全新强档 比海还深 好棒 听说同岛退射了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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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中注定 遇见爱 抱歉 我只是弄你了 不 我喜欢鸡蛋 艺术很有事 全新的自制节目 每周半小时的艺文周报 带您探索各领域的时代脉动 提供您最及时的艺文观察 9月 请锁定公式三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盂 精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